香港購物網 那是你啊 那是我 那是我 往前那是我 那是我 他給五千塊港幣 可能的去把 你所身上這個錢全部花瓜 就是八十萬台幣 然後過一個很奇妙的 你要拿什麼 好 碰了一下 這個是 Burger King 喂 不是啊 香港王 不是Burger King 不是啊 對 它是香港 這是 這個不要看這個 看起來好像很陽春 這一頂黃冠值四十萬台幣 真的嗎 真的 你說算網賣嗎 不是啦 不是說它本人 而是那次回來的價值 它值四十萬 我講完你就知道了 真的 真的 因為那個時候香港辦了一個 國際賽 這是正式的國際賽 叫做香港購物網 因為他們就是要推恩光 還有推香港的整個購物節 你在哪 最高那個大叫那個 很瘦的那個 這你 對 那幾年前啊 等一下 下一張有你嗎 有 有 我應該有 三年 這邊有你 右邊 不是 那是你啊 哪一個 哪一個 那是你 你們認識我的時候 等一下初學的時候 我還是 初學的那個是你嗎 初學那是我 沒有 是你啊 那是我 是不是 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 你差很多會唯一 你差一半啊 你是不是參加 尊重比賽 我 我現在正在參加尊重比賽 這是誰 我啦 真的啦 所以不要隨便 生小孩 你知道嗎 生小孩之後照顧老婆 就會變這個樣子很容易啊 今天不是要講這個啦 現在回來這邊好不好 決賽我覺得才是特別的 就是 決賽是 他們發給我們五千塊港幣 然後 給你一個半小時的時間 在海港城裡面 去消費 然後你要一個半小時內回來 你盡可能的去把 你所身上這個錢 全部花光 花得適得其所 另外兩組 因為他們都女生 他們早就知道自己要買什麼 所以很快就買完 就衝回去 那我們就想說 哇 我們比速度已經來不及了 那我們也不知道他們 花到剩多少錢 所以我們就乾脆 那時候我們剩最後一 我們已經買四樣 剩最後一個 我們就想很久 覺得 那就這樣好了 我們去找那種秤重的店 想辦法把東西 秤到剛好我們的這個 最後剩的錢 也就是類似巧克力 高檔巧克力 它是秤重的 會很精準 很精準 然後那個店員也很 幫我們說 好 我們幫你秤到 譬如說我們剩可能 231塊港幣 他就幫我們秤到這個錢 所以我們是花光的狀態回去 結果回去一公布 我們就得到冠軍 然後冠軍是 然後冠軍是 對 冠軍是80萬台幣 幾個人分 就兩個 我剛剛跟我另外一個夥伴 10萬 所以我說這點值40萬 所以秦云 你是麻將大賽嗎 不是